很開心,第一次和Ida和Cylvia一起去旅行 這次在福江吃了很多名太子 如果喜歡吃名太子,喜歡吃拉麵的朋友就不要錯過了 哇,到了福江了 我們到了酒店了 酒店要4點才確認 可能真的太多遊客了 現在去吃東西 我們第一站,來到BINXI大街 這是精華的牛子,這是豉油精華 今夜的嘴巴溶溶溶溶 終點,渋谷廳廳 我們去了夾娃娃娃 跟大家介紹,6分鐘就夾到大獎 超厲害的,你現在是夾娃娃博士 可愛 我們去吃美麵 好可愛 我們去吃美麵 吃美麵 吃美麵 超香牛奶 味 超香 它有迷你版的 就適合我這些 走兩步就想吃點東西的人 房間裡面的一些用品 都可以自己在這裡拿 拿著拿刀 有咖啡 還有球叔 在酒店房間 有芝士味 終於化好妝了 我們色調是一樣的 現在去吃明太子飯 剛才問要吃明太子飯還是拉麵 一蘭拉麵 他們說吃完明太子飯再吃拉麵 看看我真的能做到 好美啊 還有很多聖誕裝飾 這個場景很有拍日劇的感覺 我們去唱一些 You are always to be my love 太好了 這條隊不算很長 還有買手信的 不想排隊的人 可以買手信 拿回去煮 好多聖誕 好多聖誕 很棒 是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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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還可以讓我去吃 手撒匀 不算很棒 我的手撒匀 很棒 這位都是 剛剛去了浸浴 超舒服 這個是用中洲的溫泉水 所以可以幫你舒緩疲勞 可以去痛坐 肩頸腹痛 腰痛 都是有幫助的 非常之推薦大家 這間酒店就可以來14樓 這個浸浴間也可以 現在剩下最後5分鐘 我們來到Canal City 右手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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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社 祈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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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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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 放下了,進去吧! - 哇,好真喔! - 過了,已經更加遲了! - 我們本來在這裡本來是穿和服的 - 但我怎麼知道很多都要散開門 - 但是我們的計劃很新! - 而且希望我們的計劃! - 但是我們的計劃很新! - 而且希望我們的計劃! - 而且希望我們的計劃! - 哇,那個展覆很大! - 希望帶個看電影! - 嗯,我這邊就是舊的建築 - 這邊就是新的建築,好可愛啊! - 薯品都全紙了! - 日本武士版的版本 - 太大了,怎麼了? - 它又在吸管200名城的貝人 - 厲害啊! - 又攻城了! - 因為去書店買,如果你不要袋 - 它會幫你包這個 - 是一個巨型任務 - 巨型任務 - 日本有一個Youtuber - 還有有Online的blog - 是有人特地去,遲職到三年時間 - 賺了200名城 - 好瘋啊! - 這是小焗饅頭 - 小蒼蠅物 - 挺吸引 - 挺吸引 - 還有這個是可以組的餅鍋 - 啊!是飛機的餅鍋 - 又中了我喜歡的餅鍋 - 很便宜啊! - 這個200多萬港幣 - 有另一隻飾骨 - 我們買了這把刀 - 日本刀的剪刀 - 是不是很有趣啊? - 很靈靜的庭園啊! - 很漂亮啊! - 我們現在去抽獎了 - 白板神死又有得抽獎 - 醬醬 - 給我預約一下 -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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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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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一起登登 - 登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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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剛才抽獎最不想要的就是這個洗衣液 - 因為太重了拿不走 - 登登 - 登 - 是的 - 登 - 登 - 下面記得 - 會 - 之後就去喝金酒 - 他們是有non alcohol版 雞蛋和雞蛋 甜甜的酒 好棒啊 海涼 好可愛 我翻珠看到我拍穿的糖 你的老公好甜 她說送花給你 她說比送花好給你 好搞笑 這個商場 這套衣服 我有小朋友的東西 這個很日式 然後是那些布 已經玩完了 她開始夾東西 還有三文字 可以坐車的時候玩 很多沒見過的遊戲 還有燒八爪魚丸 還有錢 你不給她這個金錢她一定很開心 還有這些木製的 可得了 好棒啊 這個是心心板波波池 OMG 還有星星板 好可愛啊 這款式多於香港很多的 這款式多於香港很多的 好可愛 好可愛 這裡可以 已經躺在這裡 兒子上 我喜歡這一個 開工收拾吧 那成果是怎樣 就是這樣 好幸福啊 這個商場很好走啊 小倉必去的商場 又回到 買回去啦 這個是博多的名物 我們那天買了一粒 很好吃 去吃晚餐啦 現在已經晚上十點半了 我們才吃晚餐 糟糕 看到有中文字 不通 又選擇過了餐廳 可以做日本海裝 下一集就會帶大家去太宰府 那裡也有很多可愛的美食 還有下一集有很好吃 覺得最好吃的拉麵 記得要留意啦 我們下一集再見 可以追蹤我Instagram 那裡會有更多的故事